Hello大家好,我是帕大帅,欢迎开本期大帅观察来观战一把能念的雕刻家 这方面的话,野人先知冒险家,拥兵搬了一个机械 祭司是没有拿出来,然后前锋也没有拿出来 这刀阵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并不是BOE的首选 但是呢,这刀阵容打雕刻家其实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对抗当中有一定的实力,修机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个冒险家可以补一些遗产 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55开,只不过就是这套阵容的上线 没有BOE班机械师那个前锋祭司先知佣兵的那套阵容会更加的扎实 上线会更高一点,这套阵容就是有突破的一些点 开局能够找到一个先知 那这个局我觉得贸易家,不是,这雕刻家想要输就比较难了 因为本身对吧,先知这个点如果找不到外面 贸易家是不太可能去找的 然后呢,野人佣兵在对吧 而且他主要带着一个闪线,他是带个传送的,上来找到先知 我觉得也能接受,他关键带着一个闪 带个闪,这击倒节奏就很快了 这击倒节奏就很快了 这边看一下雕像,平地打一刀,好的 开了技能,距离拉近以后,我们看一下前锋有没有想法 野人有没有想法 野人这边暂时没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保,没有想法保的话 这个雕刻家应该是大概率能够在20秒之内带走的 这边闪现闪不闪,不闪,因为先知有加速 等到一个稳定的点,好这边,雕像先封一个口 闪进来一刀,哎! 前面,顶一手,一刀,还行 这波闪现闪空,如果说能够让这边先知进交互点再牵制一会儿的话 那这个局可能就有那么点苗头,让求生者来保平 现在呢是雕刻家保平,真是 但是,求生者的话呢,最多一个保平 我觉得这先知甚至可以卖掉 这先知甚至可以卖掉 卡着,然后这边优兵被通缉到了嘛 野人这边卡着,骑着猪也可以,不骑猪也可以,躲着也可以 但是不要救,救了呢,这雕刻加大免到二截 因为他现在是一刀加一个雕像 这雕像已经够了,那现在就一刀 一刀的话,无论如何,对吧,我这刀打在先知上,我都到二截了 卡半旧不好呀,这卡半旧 一个坟场一头,野人这边骑猪,骑猪呢,你骑吧 你骑了,我这边反正你过来,我打你 你不过来,我挂这边的先知也可以的 下一波,傭兵想来救就比较难了,这傭兵本身状态不好 然后加上面对的是一个二截雕刻家,这野人 怎么说呢,我觉得野人这边倒是确实是可以拖一会儿 他不拖,这个局真的比较难,想保平都比较难 这边是利用雕像挡住,然后将人挂上,那野人赶紧走了 傭兵这边也不要救了吧 这剩下的电机是剩了一台半啊 贸易家50%说,剩了一台半的电机 傭兵这边被看见了,又通缉到了傭兵 傭兵是我这招谁惹谁了,次次通缉到我 这傭兵还没到路上,还没到椅子边 可能就要被打掉一轮雪 往前顶出来,这傭兵 忽必,忽必倒是不少,但是真的能突破这道防线吗 五个雕像,五个雕像的雕刻夹 算了吧,别救了,真的没机会啊 就你能救下来也是一个双刀 对吧,那雕刻夹这边挂飞先知以后,节奏不断挂游兵 你救不下来呢,直接没有 冒险家这边翻书页被看见了 追一刀 应该是一个趋向于多抓的一个局 这把我觉得穷者其实保平的面 只有是那个野人那波不救才行啊 野人那波要救,机会就很小了 因为雕刻夹到二级,他本来不救呢 傭兵这边在防一防雕像 然后三个人都不一定能被快速突破的 因为就挂飞一个先知以后 他是一个一阶,然后差一刀存在感的一个雕刻夹 那么突破野人,突破佣兵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冒野家呢,你需要找到他 也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说慢慢的去拉扯拉扯拉扯的 说不定能拉扯出一个三人开门站 找机会保个平 但是救了呢到二阶了 除非就是当时那一波 真的是野人救得非常非常地好无伤 然后再保很,再保至少要60秒 我觉得才有可能 冒野家击倒,冒兵这边想要去摸野人也不太可能 一个护皮跳开 应该是趋向于一个死抓了 野人其中这边50%的输业,冒野家在挖50%的输业 你还别说 对吧,这边加33%的输业 这电机确实差了没多少了 所以本来的话真的有冒野家在补电机能力强 还是有可能能盘出一个三人开门站的 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机会了 先把人挂上吧 他这里的一个防野人 还是防得非常好的 每次都是对吧 那个两连雕像加进野人击伤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撞人 然后再顺势牵人 野人这边落地一刀 我不救人 捡了输业 等佣兵 打了一刀了 打了一刀 手上面四个雕像 这样的话 这野人刚才是挨过一次雕像伤害的 再一个雕像 人没了 佣兵这边想来救人吗 一个护皮 跳过来 硬啊来 这个确实 这波的话那真的是 可以救啊 可以救 也只能救来 这边切尸场 知道你没有输业 切个尸场 那佣兵 点 差一半 野人先倒 两连雕像 反投回去 找到佣兵 佣兵是教自己的 不 一轮伤害打上 好佣兵教自己 倒地 冒野家这边足迹 能看见吗 努尼努是打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求稳 这个选手或者这个玩家 真的是 就是在过程当中 每一个点 他都是确保 这个点 能够拿下 比如说我这波平均先拿下了 然后再往前推进去追一个三 三能追下了 然后我再去追进 推进追一个四 而不是会像 有的时候 对吧 有的监管者会打的比较的激进 就是在并不确定一定能拿下的情况下 他先去把这个节奏打出去 然后去找后面的节奏 各有各的好吧 能听懂这种呢 就是可能 更加的会稳定的 把这平局保下 然后三招保下 但是四抓或者是迎面 可能会小一点点 来 这边找范兵家 有耳鸣 看见足迹 那确定一个四了 游民就要自己的 一波推 再稳 很稳啊很稳 之后 基地的比赛 就看一下能见到一个发挥了 感谢大师哥们下期再见 拜拜